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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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演技太差 出圈那是没问题的 2020年王一博又参加了 前文中提到的《冰与火》的拍摄 《冰与火》不是一个偶像剧 而是一个缉毒剧 这么快就意识到要积极转变戏录 而不是继续参加偶像剧拍摄 那也是比较难得的 相信长大拍偶像剧的人也应该不少 通过接演《冰与火》 能够看得出来 王一博还是很爱惜羽毛的 如果说这两部未上映的剧 能够看出来 王一博的影视资源配置不错的话 那么2020年他参加的《这就是街舞3》 则是完全一个为他量身打造 极其全粉的综艺了 不仅仅是他 上了《这就是街舞3》这个综艺的 其他三位嘉宾 中汉梁 王家尔 张艺兴 其实都是给自己圈了不少的粉丝 本质是因为这个综艺 绝非是装风卖傻就可以过关的 拼的就是嘉宾的职业精神 和团队的精神 观众员也会比较的好 王一博本身也是舞者出身 但国内给舞者展示的舞台 其实并不算多 因此王一博作为IDOL的实力 也遭人质疑 在《这就是街舞3》中 王一博利用这个综艺 展现了自己的舞蹈功底 被很多选手夸会玩 向观众充分地展现了 他作为一个IDOL的素养 实现了自己的自我价值 也收获了很多的粉丝 不管是有匪兵与火 还是《这就是街舞3》 王一博的展示面 绝不单一地重复 而是多维度的 希望王一博的路越走越宽 不知不觉中 《这就是街舞》第三季 已经播放到第六期了 重开播到现在 这一期节目应该是最劲爆的 四位队长已经成功地 组好了战队 做好了一些准备 蓄事待发 队长们各自都拿出了 看家的本领 比如说张一星的战队 核心武器带来的 街舞与国风的集合 这些精彩的表演 都是令人赞不绝口的 《这就是街舞3》这一季节目 除了精彩对决以外 还在衍生节目当中 增加了很多搞笑的游戏环节 在8月24号 晚上播出的 《一起火锅吧》当中 中汉良战队的苏联亚 就得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苏联亚被 《这就是街舞》节目组安排 要给队长们送冰淇淋 还要对他们说出 节目组准备好的 土味情话 一看到自己的任务 苏联亚对手就有一种 不好的预感 而事实证明 苏联亚的土味情话之路 果然就没有那么容易 在节目中 苏联亚带着不同种类的 冰淇淋来到了队长的面前 而他第一个要挑战的 就是王一博队长 他拿了一根棒棒冰 递给了王一博 并且询问他 一博队长 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呢 王一博感觉到了 其中肯定有陷阱 居然想要拒绝 但是他还是小心翼翼地 接过了冰棍 然后放在鼻子底下 仔细地闻了闻 试探性地回答道说 呼罗味 王一博的回答 当然是错误的 他的话一说出口 就到土味情话 出场的时候了 我想说的是 一靠近米 觉得身边都是甜味 苏联亚的土味情话一出 王一博听完之后 耳朵瞬间通红了 忙不跌地转过头来 不敢面对苏联亚 他面上的表情呢 也是完全可以成为 一个新的表情爆了 从王一博害羞 腼腆的反应就知道 苏联亚的土味情话攻击 那还是很成功的 没有想到在娱乐圈 这么久了 王一博还是这样的单纯啊 不过虽然王一博 直面土味情话 被攻击了个正着 但是呢 苏联亚送给他的碎碎兵 还是很得他的欢心的 这一波 这一波拿着碎碎兵 吃得很开心的王一博 还直接的把双脚 都夹在了桌子下方的 横梁之上 哎呦 这可爱的婴儿作姿啊 真的是让粉丝们 都忍不住大呼可爱 话说回来 面对土味情话攻击 王一博是没有抵抗力的 那是一旁的钟翰梁呢 可是前辈级别的 看他的反应就知道 平时没少说过土味情话 在节目里 苏联亚拿出了一个 融化了的冰淇淋给钟翰梁 结果却遭到了他的质疑 为什么给我的是融化的呀 一时雨赛的苏联亚 就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 就被钟翰梁想了先 钟翰梁灵机一动 直接代替苏联亚 说出了土味情话 被你的魅力给融化了 听到这个苏联亚都惊呆了 哇 钟翰梁自己也不好意思 笑了起来 自己夸自己 那可还行啊 果然呢 是这队长的人 现学现用 也是非常厉害了 相比于钟翰梁 王一博刚才呢 害羞反应确实是弟弟 没错了 希望和钟翰梁 绿制节目的这段时间 一博可以学到更多 至少不要再听到土味情话 就脸红了 王一博一直以来呢 是言语绿解 宽以待人 在街舞综艺 安慰别人的话呢 并不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有些人只说不做 而有些人是只做不说 所以很多时候 看一个人说了什么 没意思 要看他做了什么 王一博自己呢 一直都是坚持练台词 用原声 某些剧呢 有自己考量不用原声 不是演员的问题 是剧组的问题 新年演员王一博的电影 电视剧大部分都是原声 还有动画配音呢 王一博19岁 也梦想合伙人 电影里边的赵淑宇也是原音 2岁拍人间之魏 时清欢的宅之魏也是原音 21岁给昨日清空的动画电影 配男主角的齐景轩的音 22岁拍这个 陪你到世界之巅里边 迹象空也是原音 饰演蓝忘机 导演也请过他 让他自己配 他出于敬畏就没有配 后来配音演员也说 本人声音很好 情绪也很对 昨日清空动画的配音 齐景轩 外人是听不出来 不是声优配的 足够是说明他专业的 那几位有名的声优 也夸过他配得很好 期待王一博原声出演 男主的冰与火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